这是一个新年假的祝福节目 在加ochstown 网络选出最佳梦中情愿品 我看中国70%的年轻姑娘都想嫁给你 2020年度大事艺人陈飞宇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飞宇 今天你又拿下了人情演讲 有什么想说的吗 砥砺前行 低调作识 陈飞宇刚做到不久 就获得大势意义 作为前辈 你有什么话要对他说的吗 让他继续努力吧 哎 你行不行啊 不能讲得下是吧 你别浪费点时间了 下一下一下 我听了后听的几条 妈 我不想去留学 我们不再为这些事情整容好吗 他转学了 转学了 时间来不及了 快点 上车 口面啊 我怎么不够 有意思 你站着去我家 你还会做饭吗 你再讲一讲 拿着就好 演讲稿的事情 我欠你一句对不起吗 好了 现在 我的道歉你也收到了 从今往后 在工作上 我就不会写此收到 我看着我 这怎么能够 怎么会发生了 我给我来 我先 扔吧 我 舊长最渗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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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吧 你能知道你们年轻人最大的部队是什么吗 他也不知道 我做这一行这么多年 资源还是有的 我给你接了一个青春偶像电影 我不知道 我是你的经纪人 我又不会害你 我不去你还要逼着我去你 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跟你们合作可以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我和她很熟了 觉得太熟了 然后我还经常就是一对是人就会像我 但我比如说和她的相处之间 发现这时候 哎有那种心动的感觉 他会觉得不行 他真的会在一起 然后有一些阴谋 他是去寻找 甚至是去救生 这个曾经害过他 这么久的年轻 当他解开自己 身心运气的时候 他希望他自己 可以帮助到别人 他会牺牲小害 成为大 他在这种情态 反而是与仇恢相反 那种情态比较像 几年之后 他们诚信相遇了 他冲破了自己的心结 反而是更加拱惑了 两个人的感情的坚固 然后到最后的把 两个人还是填鱼 都走在了一起 也真的是 物精力公力的 你现在才能够 一定填到你的心坎了 身材 好浪漫啊 浪漫什么呀 那他 他 我一直不认识啊 我一直不认识啊 耶